接著下來,我們有請香港建造商會代表協慶建築有限公司高級經理 健康與安全潘靜黎先生和助理經理機械陳廚坤先生 為我們分享一下建築工地塔式起重機安全操作的良好實例 我們先請潘先生 首先謝謝大會主辦機構邀請我們給這個講座 今天我們代表建造商會和Chris來討論天秤的日常運作 當然,剛才之前姜先生、黎先生和吳先生已經講到法例和驗機安裝的一些用途 我們開始講一下我們作為大判,作為主辦公司 在使用天秤時有什麼注意的事項 今天我們主要講三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計劃 然後就是運作和安全的注意事項 首先我們講一下一些數據上的東西 我們在網站搜集資料 記錄了全世界1125宗天秤事故 其實大家看到有佔了四成的關於我們聲稱、爬稱和拆稱的意外 當然有很多死亡的案子 有七、八十個死亡的案子 有七、八十個死亡的案子 我首先講一下一個地盤使用天秤時首先要做什麼 當然我們做一個風險評估 從아니ia 在地盤開工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進行安裝天秤 就會有一個isto掉Apps 就主要是建築我們所為我們工程人員 包括我們工程師、安全人員,地盤管理員 以及我們分判商 包括擦稱、葬稱和安裝稱的分判商 都會坐在一起 谈谈大家关于安装天程有什么注意的事 第二步就开始就是说一下我们的Metford statement 的申请 Metford statement, calculation 之前各位港席也有说过 大家将自己的文件资料互相交换 第三步就做个风险评估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想讲一个例子 大家很多时候分判商也好 或者我们很多交上来的Metford statement 都是基于一些以往的经验 或者以往一些工程的一些注意的事 但是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 注意一些地盘的实质的情况 我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 我们当年有一个意外 有件事件,不是意外 事件就是发生在我们的一个地盘 当时天程的脚比我们的水平线低一点 当我们在风险评估的时候 发觉它是比我们的安装天程的脚比水平线低一点 其实很容易被水浸不到 那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不是一般的Metford statement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要做些防水的一些工作 确保一些螺丝就不能生瘦 也不可以螺丝不能浸在海水上 这些就靠我们的风险评估在实质工作环境上 做一些这样的措施 好了,那就是开工前 我们有一个pre-work check pre-work meeting 会议 这就是大家当开工的时候 我们要和前线的监管人员 或前线的现场执行的人员 要开一次会议 大家将我们的工作的流程 或者我们一些风险评估 找到出来的一些问题 都跟我们说 到最后就要做一个叫做on-site training on-site training 主要是我们针对一些工人 或是一些前线监管人员 将他们一些安全的要求 给前线的工作人员 刚刚说了这么多 其实最后最后一件事 非常重要就是pre-work check 其实我有说过实例 当然我们在一个地盘 就是做一个釣工子 当时我们在pre-work check 做的时候 有些证书 所有东西都很齐全 包括一些钓具 资料都很齐全 但当送到地盘之后 当这些工具送到地盘之后 pre-work check 我们发觉证书没有问题 钓具都没有问题 但是钓具比正常短了 大家可能觉得钓短了 但是大家如果深思熟虑想想 如果钓具比正常 就是纜索比正常短了 可能会导致我们钓的安全角度影响了 结果我们是要停止工具 更换了一些适合的钓具 使用 当然我们在地盘开工前 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员会参与这个安装 爬升和拆射天晴的工作 我们作为一个分判大盘 其实我们都要查询 所有人员的资历 是否有些辞证上纲 是否有相当的经验 关于有关工作的 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这些计划 最主要是有back and write 书面上记录这些辞证上纲的人员 下一个环节我交给我的同事 Chris 各位五官 很有幸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所作为承建商 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提升我们 或者分享我们的安全使用天晴 首先 刚才大家可能一开始都看到有个flow chart 看到有planning 装升策 验证和operation 但是很感谢刚才的前辈媒 就分享了当中的装升策 验证和现行法例 接着来 我们首先会讲一下我们的planning 阶段要做的事情 因为牵涉到我们planning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日后operation 如何去允许一个save system of work的状况 首先去到planning 通常第一件事我们都会想 就是用什么类别的天晴 通常都会看到平床 额头床等等 原来有点估计 最初我们所说的额头床 原来很多年前是说一种articulated chip 就是说这条子是可以有关节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线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叫额头床 都是在说我们日常认知的额头床 好了 在planning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大堆因素需要查的 可能当中包括天证的位置 需要有多远 多重 等等 其中一个环节 我们也想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承托一波天晴 首先 刚才塔钓联会也有前辈分享过 其中一个就是cast in anchor 所谓的预埋式程床 我们就会在落石市之前 程床已经藏在石市里面 详细工序我们都不再详实 不过有样东西 在安全管理角度而言 其实我们的首要优先考虑 就不是说 安全地进行一些高风险的活动 而是透过engineering approach 去消除我们有机会遇到的风险 我相信安全的同事 又或者是地团的engine 各个单位的人员 最开心就会见到这款脚 因为我们主要安装时候没问题 日后的维护等等 都会少很多的 好了 不过有样东西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 现场画个坑来做个椅子 或者是在盖子里面 去预埋你的脚 但作为成绩商 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 当我们想收地盘的时候 盖子已经做起了 所以其实有意见就认为 其实在前期探紧阶段 如果你识到盖子 会留一个预埋式的颈脚 的话 是否可以在及早 和地基的成本商 进行一些协调 是否可以在收地盘之前 他们制作这个盖子的期间 已经留定称脚 其实这样做法 日后都有很多好处 显示过 到总成绩商 hand over 的时候 已经可以有团卷 去进行精神安装 日后的维护成本 也会少很多 好了 我们也有个案例想分享一下 就是 即使有一个 Existing Cap 在这里 我们其实都可以 用一种Castin Anchor 就是说 移盖式秤脚的方法 去进行安装 这个方式就是 在现有的Cap 我们就会转洞 然后就用一些 U型的花铁 去抓死秤脚 之后就会落石屎 然后覆盖 这个情合法 我们就变成了 日后 我们需要查的东西 都是相对 轻盈很多 但是 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就是Mate Shure 我们日后培田 那些 是可以完全覆盖它 如果不是日后要打造 其实都相当多的功夫 草音等等 在安装这些秤脚的时候 其实首先 一个当中最重要的情况 就是 我们是需要Mate Shure 我们的秤脚平水是对的 因为刚才 吴先生也提到 那落完石屎之后 其实如果发热有错 就没得够了 那通常我们会有三个阶段 会是平水三次的 第一次 就是安装完秤脚之后 第二次就是扎完免贴 再之后第三次 就会是落完石屎之后的 另外 在结构上面有些其他方面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假设我们是用一个滑坑来做个灯的话 我们都需要Mate Shure 我们的Soil Capacity 是足够成 那个秤脚所产生的压力 另外 天五收货的时候 可能都需要留意 我们用图上面的发热数量 和现场的数量是否相符 发热的直径 强度等等 另外 我们装含脚 所谓这些卡线脚 其实会遇到很多情况 就是 脚有差不多一尺寸 其实我们的发跌 面那种发跌 就不能够perfectly align 可能会有些偏差 或者甚至扎开了 在这个情况 我们都需要咨询RE 等等的工程人员 去确认我们的diviation 是可以接受的 好了 有些情况 我们用不到含脚 我们就需要用到螺丝脚 例如可能在阵上 例如坐一部天秤 或者天秤 根本就在夹与夹之间 又或者是坐了两只脚 几个夹到 另外两只脚 就是圆空了的等等 那我们就会用到螺丝脚 这个情况 我们都有几样 需要留意 首先就是中脚的时候 那个瓶水 另外就是螺丝的长度 和强度 最主要是我们 可能图子是8.8的 就不要不过意 拿到6.64 甚至是6G 另外就是螺丝的尺寸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embedment links 因为我们那个 乳霞的深度 是牵涉到 会对日后的成长能力 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需要根据图子所示的embedment links 去进行这个安装的 另外 其实坊间也有些做法 可能是 那个秤脚掌底 会是做灌章的 那我们日后检查的时候 都需要留意 我们那些灌章 会不会被它踩裂了 如果有裂了 我们都需要咨询 结构工程师 可以做些什么的修整的 好了到另一 就是这一种 那就是当前面的方法 都是未能够有效的 安装秤脚 我们就要走到这一步了 那就是会在一个 现有建构物 又或者是将会 在构竹物上面 就是安装一份公字铁 再去承拆一个秤脚 那就留意一下 那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有些地盘 就收的时候 已经有处理了 那我们就需要 去转洞 之后再用黏合剂 去安装秤脚 公字底座的螺丝 那这些情况 我们就需要 进行一些 普通测试 去抽样去进行 那就要确保 我们的黏合剂 和那个螺丝 是根据我们 设计出来的 是稳固地 和那个结构去召合的 那另外 那大家也会看到 有一份 坐公子的时候 都小方面有大量的消行工作 那我们都会 进行一些验行的 那当中就会有 100%的visual check 另外就会按比例 去进行一些 磁粉 又或者是超声波的 检测 视乎港的类型 好 好了 另一样 可能香港会少见一点 因为可能实际 应用都 压重式 就是一个 压重式 我们就会有一个 原厂的座 跟着就会 根据生产商的要求 安装 集合适类型 和合适数量的砖 就是一个压重 固定无天称 在这方面也要留意 说明书 可能会有一组 定名了它的 磚的类型和重量 但是呢 很多时候 它们的说明书 都是根据欧洲的win code 去进行设计的 去到香港的win code 的情况下 我们那个 outra service outra operation的力 会大很多 这方面 我们可能也有需要 去咨询 提供天秤的生产商 究竟 因应香港的情况 我们有没有需要 再增加一些压重的 好了 另外另外一件事 就是台风 各个 例如 这个情况 主要会发生在 一些凹凝折的天秤 在这个情况 我们就需要 再检视一下 究竟我们 有几天秤 自由转动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障碍 另外 其实 我们也有个案例 就是发现 天秤 现场 就不能够 是完全自由转动的 那我们变了 就需要 向生产商 做准一步的查询 那他们就给了 一个指示 我们 就是说 天秤是可以 锁死转盘的 当然 这些是特定型 或者特定生产商 才批给我们的 那 就有这个 特别的安排之后 其实我们 你会看到 下面其实有个 对应的 天秤的 reaction force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都要根据 这个数据 再谷查我们 究竟那个 天秤的supporting 是否足够的 所以在planning 阶段 其实我们已经要 试试到更多 将来有可能发生的 事情的 那之后我们都会 讲一下一些 日常天秤安全使用的 一些心得 那其实我们自己 都会有一些 天秤的每日的核对表 给我们天秤手去填 那其实这些东西 都不算太复杂 都是一些 基本的功能 测试 例如当中 我们就会 走一转空载 就认识 我们的车 停床的车 我们是 入到来 懂得 去到尽头都懂得 和 吊套上到尽头 都不会失控 你继续上 例如 还有在测试 测试 测试的测试 我们会是 向最高角度和最低角度 都走一转的 那就是确保 我们那些 击阶是 散性的 另外 有些情况 我们都会是 做一些 每日的low test 确保 我们天秤的 ASLR 是正常运作的 那当地盘 多过一部天秤的时候 其实 我们都会 是需要安装一个天秤的 防撞系统的 以下呢 其实我们都会进行一些 基本检查的 每一天 那大家看到 有部叫 黄色的天秤 和一部蓝色的天秤 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我们会做一些 基本的检查 就确保 他们是 如果遇到 接近碰撞的时候 是会懂得 阻止这件事发生的 那另外呢 你会看到 黄色的那部秤 其实是指正了 蓝色的那部秤 那其实这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 可以顺便用来核对 究竟那个 天秤防撞系统的 铸管编码 是否运作正常 是否可以反映 天秤现在的实际情况 最后 还有 近期都很热的这个题目 就是关于天秤的承托 那我们很多时候 例如爬秤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公子铁 再安装一个秤枯上面 之后固定天秤 那我们都少不远 会有收螺丝这些方法 那我们日常检查 都会包括 看看螺丝有没有松 那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在C母上面画线 那如果有些松动 我们都会看得到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其他的 安全 提升安全的器具 首先就是一个Mobile Display 那其实就会有一个大屏幕在地下 那他就会接收了程上面的 那个天秤数据 包括是他的 跌运半径 他那个车仔的位置 和实际当时跌运多重 和风速多少 那就给地面的跌运员参考 那也都除了固定式 我们都有一些流动式的 显示器 那就可以给跌运员 随时可以看得回 掌握到天秤的实际负载 来决定 决定他究竟那样东西 是否可以继续调上去的 那另外一个 那除了 刚才都用了很大篇文 去讲我们天秤 平时那些 或者设计 那个基礎乘托那些 那去到日常运作 那有些东西都很需要留意一下 主要是那个秤脚 就确认一下不要有积水 等等 那如果发现到类似图的情况 看到浸了那些秤脚 我们就需要及时予以修正的 尤其是如果当我们是 低过海贫点 有海水涌入的时候 就会是对天秤的整体安全 构成极大的隐忧的 那原来市面上 也会开始有些产品呢 就是可以呢 防止天秤和这个 流动掉机 产生的膨胀 那越大的朋友 都可以不妨参考一下 那刚才提到 我们当有 多过一步 天秤起地步 进行运作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套 安全的防障系统 那但是呢 防障系统 或者会有 失灵的时候 或者被人为离食了 那其实我们有一套 警报系统的 那in case 那些防障系统 被人认识了呢 我们是会有即时的讯息 去通知各个管理人员 可能包括这个安全主任 经理 老总的 那就跟大家去知道 什么事了 那在这里 我们做个总结 那在安全方面 天秤的 安全永远都是排起序先的 尤其是这个 因为天秤 如果有什么事故 除了是影响地团之外 其实是会影响 有机会影响大众的 那我们进行天秤安装 或者是日常使用 都必须要跟 参照 除了manipaturer的指示之外 亦都要看我们 遵守我们各个的指引 那另外 天秤的安装 使用 其实都涉及很多不同的人员 那在这个 那我们呢 作为一个总成建商 其实在安全管理方面呢 他们都需要 是确保所有有关的人士 已经是受过训练 以及是颜资格的 不要说他们 不要说 搞到他们 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 那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那另外呢 那就是 风险管理方面 因为本身天秤装拆都是一些 装升拆 都是一些高风险的活动 那我们都需要 制作一些 相关的 工作系统 去确保他们的安全 那以及 这些装升拆之后呢 我们都在运作方面呢 都需要一个 有效的监管理系统 和制度 多谢各位 很多谢潘先生和陈先生的分享 那我们再次请潘先生和陈先生 去到台前解答 接着下去呢 就会是我们观众的提问环节 那大家呢 都可以呢 输入一些你们想发问的问题 那好了 第一条问题呢 这个观众就问到了 那他就说 其实建造天秤基座呢 就涉及一些设计 品质控制等等的范畴 其实作为一个安全主任 你可以担任些什么角色 去防止意外发生呢 我想安全主任呢 就很难去计数 去设计 他应该不是他责任的 但他其实呢 在整个天秤的运作呢 其实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是统筹角色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派对 不同的角色人物 在同一时间做事呢 可能大家沟通啊 是要找一个人帮忙去统筹的 那当然啦 我们整体的所有设计啊 所有Metford statement 都要找一个人做一个 整体去做一个检查 我们叫做检查 就是区域查 那这个都是我相信 安全主任可以扮演的角色 他作为一个不同的派对 不同的主要人士 一起去做一个区域查 就是的 嗯 训练啊 安全主任其中的最大的作用 是提供一些训练给工人 让工人了解自己的环境 有什么要注意 因为不同的工作环境 其实都有不同的安全的要求 那么最后就有一个现场的监察 因为有很多时候 triple phi 是拆称啊 妆证啊 或者扎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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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大家有没有扎称啊 或是我們其他人員發生什麼事 了解發生什麼事 從而去提供一些監管的工作 因為當工人遇到困難 他沒有辦法找人去幫忙的時候 可能他會做出一些危險的動作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安全主義在這些地方都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 好,謝謝 那接著下去我們就選擇第二條問題 這條問題就問到 他就說工地日趨智能化 其實有沒有什麼科技可以去輔助工程人員 監測這個天秤的承托結構的呢? 好,很感謝這位觀眾的提問 其實剛才前輩們和我們也有提到 很多時候我們現在的天秤 機座連接觸都會用到螺絲 螺絲其實有機會會鬆的 我們做法,現行做法都是滑線 然後定期檢查,可能越密就越好 好,但其實我們也沒可能說長時間24小時監測它 最近我們就引入一種類似Lowsell的物體 就是作為一個類似戒指的方式 收起螺絲 當螺絲是緊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拉力 產生拉力之後 Lowsell就會有信號去回我們的IoT device那裏 多加注意,或者甚至要再翻打 另外,亦都可以 當螺絲發現如果鬆的話 可以做一個即時的訊息推送 通知我們相關的人員 就知道那裏螺絲鬆了 是否需要提醒 或者是否需要再找人去跟進 多謝這位公正的提問 好,我們再次多謝潘先生和陳先生今天的分享 請先到台下酒座